这位兄弟兄弟兄弟 现在进口弹的问题 检调已经介入了 现在检调介入到确定 这样子一旦弹进到台湾来的时候 你从产地从巴西 从土耳其改成了台湾 这中间有没有伪造文书的问题 这中间有没有诈气的问题 现在这个情势 已经非常的一个清楚 我们看到这张单子 中央续产会 鸡蛋调度专案 上面原产地台湾 本来只讲说那是业者的问题 业者要负全责 但业者现在全部都说 我们没有办法 这完全是农业部要我们做的 农业部叫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能够拒绝吗 而农业部碰到这样的一个压力 他也不敢否认 他只能道歉说 我当时的认知错误 但问题是认知错误 就能够化解他这个危机吗 认知错误就可以撇清 他应该负的形式跟民事的责任吗 因为清楚 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标签 而这个标签在更改的时候 你有没有伪造文书的问题 你有没有诈欺的问题 而且这一批蛋非常有趣事 你从巴西来当时讲说 因为台湾缺蛋孔极 缺蛋孔极 照着讲你应该马上丢在市面上 来缓和这个价钱 可是没有 你竟然去全部送到了仓库 送到了仓库 刚刚讲这是六月 等于说你刚进来没多久 你就直接做成液蛋 做成液蛋 我们昨天讲到有一个关键就是 当你打成液蛋之后 你的保留期限可以再增加到了一年 而增加一年 你是不是这一年 你都要放在仓库里面 是不是你要把这个产地 从巴西 从土耳其 洗成是台湾之后 你要慢慢地 在整个风平浪静之后 再慢慢地丢在市场里面 也就是现在农业部 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各单位 到底有没有把人民的健康 到底有没有把食安放在心里面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旅边 对他方首预的财经专家 黄瘦 说你好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深门田杨慧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深门田林玉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农业专家 吕宏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政论专家 林廷辉 大家好 走 按照过去的管理 政府官下台之后 整个风暴应该告一段落 可是看起来 现在这个风暴并没有随着陈其中 没有随着林冲显下台而休止 因为刚刚讲 蛋的问题还在你的眼前 蛋的问题还在货柜里面 现在又不断地传出说 有人吃了滑蛋 得到了这个所谓的沙门改剧 然后现在上吐下线 这是对生命造成的一个威胁 那这些蛋跟这些进口蛋 有没有问题 而这些已经造成了 整个社会的疑虑 还不止如此 刚刚讲的 现在可能法律上的问题更极臭 因为检调已经进来了 因为刚刚讲 中央续展会 鸡蛋调度小组里面 这个原产地 明明是巴西 明明是其他国家 可是现在 却已经洗成了台湾 如果洗成了台湾 是业者的问题 那业者最要抗 但业者讲 那是农业部叫我们盖的 那这个责任来随负 如果今天真的有伪造文书 有诈其的话 那谁要负责任呢 没错 这次的巴西进口的 这个鸡蛋的问题来说 陈其中还有林冲显 两个都已经去职了 但是去职的时候 你看陈其中在说什么 我就是不会为我的政策辩布 那甚至还有人说什么 他是受到蓝板的这个认知作战 而下台 那这样 他这个在去职的时候 还在那边哭 好 那林冲显说什么 美好的一仗 我打过 我们一起挺过来 讲得好像你们是悲壮而去 非常悲壮 对 但是问题是宝洁 他们现在的麻烦 财政要开始 有这么严重吗 因为现在 宝洁 现在问题是 你有涉嫌教唆人于罪 而且入人于罪的嫌疑 为什么这样讲 现在简单开始来查 因为我不知道 我们在中央续产会这次的鸡蛋的调度专案 有所谓的全液蛋 也就是冷冻液蛋这个部分 原本的产地 原本是巴西鸡蛋 你说把它弄成是台湾的产地 问题是 宝洁 原本应该是这样标 巴西 那这是后来更新的 但问题是之前没有更新的时候 台湾 台湾的话 你是涉嫌产地造假 这是伪造文书 违反食安问题 这个业者一定要被罚 结果业者说什么 这个是农业部教我们做的 那农业部教我们这样做 我们敢不做吗 保险这检调已经开始进来查案了 这是有刑者 你难道要这些业者扛吗 还是让你农业部要扛 所以这个问题才刚刚要开始而已 所以你说 像台湾这些的一个代操 你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说 我被罚款的问题 我可能要背上刑则 有刑则 对 违反食安还伪造文书 这些是有刑则 你怎么去划分 所以我才说这个问题才刚开始 那你更不用讲 大家执疑说现在食安问题 我们中间也就快要到了 那假日那么多的时候 大家吃这些所谓 这个糕饼谁敢吃 这样问题大家说 这个有没有异弹 虽然业者都说没有 我们也相信没有 问题是整个信心 已经受到动摇的局面 那你更不用讲 大家现在执疑说 那个西产地 你这些异弹 你要是打算要摆一年吗 而且你好像一开始 我们执疑的 你一进口就把它做成异弹 是不是你品质太差 买太多 虽然说现在的农业部说 我们没有标示错误的 这个冷冻一弹都还在 倡库里面 没有流入市面 但是问题是 现在谁会相信 农业部说的话呢 好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要讲 农业部代理部长 陈俊记就讲 这个是为什么 标示在台湾 这个是大家认知的问题 可是大家也丢出了 去年九月 就已经白纸黑纸 就已经告诉你说 不对 这个东西 你如果是业弹 或这些东西 你要标示它的原产地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而且一进来了以后 刚刚讲 这些弹本来 就是要去到市面上 去解决弹荒的问题 结果你进来没多久 马上打成液弹 是不是你本来就知道 这些弹已经多了 进来就知道多了 进来就知道打成液弹 打成液弹 也就算冷卷 标示是台湾 标示是台湾 刚刚讲的 标示台湾 你放一 就多放一年 现在还在冷冻库里面 六月还在冷冻库 难道你怎么真的放一年吗 真的等到 风平浪静了 风生过去之后 再丢到市场吗 对 为什么 我说这个问题 才刚开始 抱歉 那台中市昨天不是查获了 金宝蛋瓶还有金德茂的食品 两家公司 他们用土耳其或巴西的蛋 滋成液弹 然后标示为台湾 这个稀产地 我们知道 事实上美国 他们在处理那种稀产地 都是罚重罪的 很重吗 都很重的罪 所以你知道 你这是冒假 我们知道我们台湾 很多 比如说什么越南查 那些进来 业者被查获 也都是会罚款 罚钱的 那难道要业者吞吗 业者当然就说 我们是不能讲 对不对 他说农业部的要求 我们敢拒绝吗 对 好 那农业部的说法是这样 代理部的部长就说 以往在进口的时候 属于所谓实质转型 实质转型的话 可以弄成是台湾 那这是个 大家认知的这个问题 那后来他说 我们7月就把它改成 是这个 这个巴西这样一个状况 可能问题是 保险他才下午刚讲这样子 说是认知的问题 这个所谓实质转型 结果晚上他就发布 他说根据食安法 还有卫福部 于2019年11月7号 发布的规定来说的话 液探的这个标示规定来说 我们要 原产地 对 原产地要写出来 所以等于是 他下午才讲之后 晚上自己打自己嘴巴 而且人家就说 这次打嘴巴是谁 因为发这个 所谓实安法这个规定 卫福部的规定 说陈时中 所以人家说是陈时中 打脸陈吉重啊 好 但刚刚讲到的 陈俊记在一开始 我讲 当然讲到 你从头到尾都在说话 对 你刚刚讲说 那个有保顺时间 成120天 大家说根本没有 不可能那么久 那你说因为有这个涂蜡 所以你可以放不久 结果你也没有涂蜡 现在你就告诉我说 这个标示错误 标示台湾 是认知问题 但是很清楚的 今天你过去的法规 怎么可能不知道 陈时中的法规 你怎么可能不清楚 结果他又说谎 又被抓到了 对 没有 那食药署也出来了 那个食药署也说嘛 就是说 这个义弹的这个产品 是壳弹 然后经过清洗 这样子的 它不是认定的 所谓实质转型 因为它没有化学变化 你液弹 蛋还是蛋 生的蛋还是蛋 你比如说煮熟了以后 我那个蛋凝固了 我那个蛋变成了茶叶蛋 或者是这个乳蛋 不一样 对 所以问题在哪里 你看 这个我们食药署的 这个副署长还特别说 席选液弹 都没有实质转型 实战法规定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从来没有变过 所以 这个农业部代理部长 陈俊继 他又在说谎 对 所以说 从2019年标示之后 他就从来没有变过 那这一次照理说 你看我们这个时间是2023年 照理说就是 已经有食安法公布 你就要按照这样的公布 那你六月为什么会用台湾 你说是 我们是认知的问题 问题是 这不是认知的问题 这是你已经触犯 相关的法令了 不是 这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如果你不知道 你凭什么坐这个位置 对 你是农业部的最高主管 如果你连这一条都不知道 你凭什么敢去处理蛋的问题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那处理蛋还有多少 狗屁刀招的事情 我不知道 好 如果你知道你还这样讲 对 那你这个人就太坏了吧 而且现在农业部是这样说的 我们才跟大家道歉 对不起啦 然后我们会对续产会来 加强监督 然后对这个检调追查 还有业者就可以做事实陈述 该调查就该调查 像我就是说 反正就是调查嘛 不只是这样 我觉得杜文贞这个 就事实陈述 我觉得是威胁 什么叫事实陈述 你就直接讲 台湾蛋就台湾蛋 巴西蛋就巴西蛋 你不讲事实陈述 对 那业者现在是等于变成是 你当初跟我们说 我们可以标成台湾 那我们农业部这样要求 我们就这样标 所以现在问题是什么 检调下去之后 总是要有一个犯罪对象 那犯罪对象到底是 这些相关的业者呢 还是农业部呢 所以我才说 这个问题后续还有得吵嘛 而且这种 进口假冒国产 量不断在增加当中 那云林原本查出500箱 那隔天又找出200箱 那200箱的时候 制造点在哪里 制造点又在新北市 所以现在等于是 越来越多 好像天女散花这样开出来了 那人家很多都是这样 都有台湾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才说嘛 你洗了那么多 这个蛋在这个地方 现在大家当然会生气啊 而且大家担心的是什么 这些叶蛋到底 有没有流到市面上去 你也说不清楚嘛 对不对 比如说包括说 像新北市的这个蛋商 他们现在很倒霉 他们说原本呢 我们有买一些政府的蛋 就政府蛋 没想到 现在大家都没办法 因为他们是守法业者 结果没想到现在呢 大家只要一听到说 你是进口蛋 不敢用了 全部不敢用 他说现在我们只能够 把买进来的进口蛋 全部自己销毁 那现在就是一团乱 而且很清楚哦 今天新北的地检署 台中的地检署 都已经动起来了 动起来里面 刚刚讲两件事 第一个是你有虚伪标记 还有伪造文书 对 除了台中的 那两家这个公司之外 你看还有另外 新北市的这个 这个福生 福商圣的这个 他的这个蛋品公司 也是这样啊 他现在也是事实 现在检调已经介入 然后而且朝这个 所谓虚伪标记 等等罪去这样的侦办 所以说这些人 他现在事实陈述就是 我们当初是听 这个农业部 叫我们标成这个样子 那请问这样是 怎么去另罪 而且让这个社会觉得 不安的事 以前我很少听到 什么沙门改剧感染 这样讲的 前两天不是讲说 有一个港商 港商他说我不做滑蛋 因为我为什么不做滑蛋 因为我很多的客人都说 我吃了滑蛋以后 上渡下线 那后来之前 有个营养师讲说 我为了健康 我为了健康 我就多叫了一个蛋 就没有想到 我吃了没多久 我也上渡下线 也是沙门改剧 今天在高雄 又有一个人 一对的情侣 跑到了高雄热扫店 一样也是吃滑蛋 对 又是上渡下线 又是沙门改剧 这是发生在高雄 高雄的话 有一个算是热炒店 结果他吃了之后 回去就上渡下线 非常严重的状况 两个人 你看多严重 上渡下线30次 然后还血便脱水 然后失去排尿功能 两个住院了五天才好转 很严重 结果没想到 后来去查 去这个查 是因为他的滑蛋虾仁犯 验出沙门式改剧的状况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会又是沙门式改剧 又跟蛋有相关 当然我们目前为止 没办法确定 就一定是蛋 但问题是 你看到这些案子 你会怎么样 因为很害怕 这个滑蛋 我根本就不敢吃了 这是以前民进党 丢出所谓的食安五环 丢食安五环 就是要安定大家的民心 就搞得鸡飞狗跳 恰恰就是这次的滑蛋 就是你自己 搞出来的这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宝洁 现在也是 现在也说不清楚了 台统的这个蛋品 他的老板图问产 他不是前年跑出去吗 他现在回来之后 就开始这样说 他就说 续产会配给我们的进口蛋 说是给我们席选之后 然后再送到全联去贩卖 也就是说 大家要查的是 席选蛋的这个去向 他做到全联 问题是他的媳妇讲的不一样 就是说 还有调度给其他蛋商 还有制造加工 所以他们回来 到底去哪里 对 所以后来有两个说不清楚了 两家公司 被各罚五十万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怎样 我抱歉 现在问题是 你看台龙在各个高雄 还有屏东的这个席选蛋 有不仅有巴西蛋 还有泰国 澳洲 土耳其等等的一共那么多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 这个进口蛋 已经是越来越复杂 问题越来越大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才说 这个问题不是 随着陈吉仲 还有林冲贤 他们两个就拍拍屁股 回去教书 这样就算了 问题是后续的 法律的这个追溯 恐怕还有得走 好 所以 今天等于说 我从巴西进口蛋 我今天从泰国进口蛋 或者我今天从土耳其进口蛋 今天把标签 洗成台湾制造 真的有刑责吗 是的 在前几年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有越南茶叶 进来台湾 当成台湾茶叶 卖的案例 对不对 那这种就是混冲 假造 所以说这些案例 都已经判了 都是什么 都是诈欺 诈欺 对 所以这些混茶的茶商 所以现在这些蛋商 蛋商你如果真的 你做了混蛋 也就是你把进口蛋 跟台湾本土蛋 混在一起 或者你直接把进口蛋 标示为台湾蛋 都有刑责问题 对 都有刑责的问题 都有诈欺的问题 所以现在为什么检调要介入 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标示不实 而是你明明知道这是进口蛋 你却刻意标成产地台湾 那你的翻译也有了 你的事实也有了 所以这就是诈欺 而且你今天特别 老板我们看这张照片 在这个图表 你说从这个图表 你就可以知道 今天刚刚讲的农业部 或者是中央蓄产会 整个净蛋的时间 净蛋的数量 完全不合理 是的 宝洁哥 一般你常温在家里用的那些蛋 大概可以放多久 两个礼拜吧 对啊 大概两个礼拜就好 那如果冷藏大概多久 一个月吧 对啊 一个月嘛 大家都知道 缺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三月 三月嘛 对不对 可是你看你真正到来的 大量到的时间是什么 五月 六月 如果真的有这些蛋伤在囤蛋 请问过两个月 这些蛋都怎么样 臭了 都臭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很难囤蛋 对 所以说没有 所以陈吉仲讲说 为什么我这个蛋一进到台湾 我不能丢到市面上 是因为那些黑心的蛋伤 我囤了很多蛋 他看到了农业部 已经从外国进口袋了以后 我怕我的囤蛋卖不掉 所以我才赶快丢到市面上 可是你说 如果我要囤蛋 我应该从二月开始囤 三月开始囤 可是你今天囤 囤到的时候 你五月人家蛋都进来的时候 你要在这个时候 把蛋试到这个市面上 那个蛋都臭了 是啊 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的蛋不像巴西蛋 可以冰四个月嘛 对不对 那你只能冰两三个礼拜的时候 你看它价格好 那你怎么不敢再出掉 怎么不敢再四月就出掉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重点是什么 如果你一直维持像四月进这样 一千多安克量 台湾根本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 像五月来讲 五月一个月进口了四千多吨 四千多吨是什么概念 你可以看到 去年才两千五百吨 前年才四百吨 一年 对 前三 然后大前年才一千吨 你一个月进口了 过去三年加起来总量 你怎么会不出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说 缺蛋不是今年才缺 这几年因为停留感的问题 我们本来就有缺蛋的危机 所以这几年来 我们刚才讲到的 从2016年来 我们就开始从国外来进蛋 我们也有这些经验 但是问题是 即使到了去年 去年进蛋已经算多了 去年算多了 也不过才2552万吨 是吧 对 那一怎么一下 从今年大飙涨 对 所以你的评估根本就有问题 所以你进了那么多 你看 进了这七千五百万颗 进了这六千五百万颗 进了这么多的鸡蛋的时候 你在五六月到 那你到的时候 你当然就用不掉了 那你用不掉呢 你就冰在冷藏库里 丢在藏库 对 掉在冷藏库里 然后赶快做成业蛋 对 赶快做成业蛋 然后赶快洗产地 赶快洗产地 而且甚至这些业带用不掉 我就懂了 只能去叫这些蛋伤 因为农业部蛋进来以后 发现变坑了 对 所以他们发现 这些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从头到尾 都在为自己的错误评估 去擦屁股 可是他们到这样了 他们都不承认 自己的评估错误 他们只能怎样 去说 这是要对付黑心蛋伤 可是 你刚才知道的 如果你今天 我放一个东西 可以存半年 可以存一年 你的理由都可以成立 可是你这样的蛋 蛋又放不久 所以他才要一直去把它 做成冷冻液蛋 我今天做冷冻液蛋的时候 我的保存期限 就会加一年 可是台湾的业界 其实用冷冻液蛋 用的很少 对啊 因为台湾大部分 会用的液蛋 是冷藏的液蛋 可是他不能做冷藏液蛋 因为冷藏液蛋 只能放几个月而已 不是 冷藏液蛋只能加七天 加七天 所以他做成冷藏液蛋 他放的时间就更短了 他更不能去放了 所以 我做冷藏液蛋 我就解决不了问题 对所以他只能大量做成冷冻液蛋 问题是台湾的冷冻液蛋厂 非常的少 所以即使是台湾全部的冷冻液蛋厂 都下去帮你代工了 也来不及代工掉 这么这么庞大的数量 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 很多的蛋 已经六月七月 就在那边放到过期了 他在跟他讲的 为什么五月 一下子进口这么多蛋 然后这个蛋多到 一下子完全消耗不了 消耗不了 我才要想抗 想抗 我才要文章 我才要改变产地 你说关键都是 这一次完全改变了 我们过去进口蛋的模式 我们刚刚讲 从2016年台湾就开始进口蛋了 进口蛋我们本来有基本的模式 我们也有一些厂商 我有很多的经验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从泰国进蛋 从澳洲进来都没问题 从哪里开始出事情 从土耳其进来开始出状况的 是的 其实在一开始调配的时候 最早来的是 菲律宾的鸡蛋 而且那一批鸡蛋进来 品质非常的差 非常的差 甚至连洗都没有洗得很干净 可是那缺蛋嘛 大家没办法 所以就用了嘛 对不对 那下一批来的 就是土耳其鸡蛋 这土耳其鸡蛋 就是大家看到的啊 有鸡屎的 有羽毛那个 连检疫都不知道 怎么会进来的鸡蛋 可是土耳其鸡蛋是谁的 是谁进口的 谁进口的 是中央续厂会自己进口的 结果你自己去进口的 这大量的这么脏的 而且还没有洗选的土耳其鸡蛋 那你这鸡蛋进来要怎么办 当然要洗选才能用嘛 对不对 所以才有冰火舞 从今天重新洗选 对那你这洗选之后 这洗选之后 又转成常温的时候 这品质就很差嘛 所以这些加工厂 当然不愿意用了啊 对啊 那这些加工厂不愿意用 你把人家的印象打坏了 加工厂发现说 我一开始配合你买一些 就发现这蛋的鲜度 这蛋的品质这么差 那而且重点来了 重点来是这个价格 跟台湾蛋一样 那如果价格一样 我为什么不买台湾蛋 我要花钱去买你 这个跟台湾蛋价格一样 因为台湾蛋至少比较新鲜啊 对台湾蛋比较新鲜嘛 所以这些加工厂就不捧场了嘛 不捧场之后 你接下来五月六月 大量的巴西蛋来了 这里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 巴西蛋的品质真的很好 巴西蛋是好蛋 对巴西蛋是好蛋 它的品质没有问题 所以它如果真的有喷上蜡 要九十天一百二十天 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你以日本来讲的话 它要求的是品质更好 对 所以日本才要求在六十天内 迅速用掉 对不对 你放越久 它的品质 当然说我们如果品质 你第一说 巴西蛋可能不是问题 可是巴西蛋你要考虑你的传奇 传奇就四十二天 所以你巴西蛋进来的时候 你要跟老天抢时间 你要去在规定的时间里面 把它蛋用完 你如果要去抢时间 你就要计划非常完善 进来了以后我要交给谁 进来以后我要怎么处理 这东西都有计划 重点在没有计划 没有计划我不知道交给谁 不能交给谁 我就只能放在那个地方 放越久 再好的蛋都烂掉了 对 所以你看这些鸡蛋来了 交给中央续厂会之后 续厂会要去交给台湾的蛋商 照理讲是我台湾的蛋商 应该已经先跟你买好了 已经先跟你中央续厂会 下好多少 下好蛋了 对 比如说我五月第一周 我要多少鸡蛋 你要交给我 对不对 然后哪一间厂商都交 可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个状况 反而是 虽然去厂会来了之后 再来问这些蛋商 你买不 你买不 我手上有一批蛋你要吗 对 那这些蛋商一开始 当然说政府来了 拱关一下 就我们买了之后发现 这鸡蛋很难用 那很难用它就是认赔了 或者是拿来送 或者是什么样 那你知道它下一次买的时候 它要不要 不要了 当然不要了 所以说正好 好的巴西蛋来的时候 哇 就堆在那边 因为大家已经失去 对政府的信心了 好 所以董事长 这件事情刚刚讲得越闹越闹 而且检掉现在已经进来了 现在刚刚讲的 这业者 第一个 他现在面临高额的一个罚款 现在搞了半天 他还有刑责 我觉得这个业者的部分是小事情 今天这个整案 最大的问题出来什么地方 你想想看 整案出来 完全在中央续场会 对不对 中央续场会全部总量 你抓到核心是中央续场会 中央续场会 我们不要讨论太复杂 因为这件事情的麻烦在哪里 因为它是蛋 蛋会怎么样 蛋它的破坏力 它骚扰 影响我们台湾人的面积 是全国 全省都被它影响到 对 它是大面积的影响到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安全 这是麻烦在这里 说他搞别的事情 大家搞不到 你说什么 搞什么都更啊 跟我们距离很遥远 这个蛋是每天 跟我们有发生关系的 这是第一个 他犯的错误 就是碰这个蛋碰坏了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你说他没有计划 就进来了八千万颗蛋 你相信吗 不是吧 怎么可能那么笨的人 你把林充贤这些人 这个成绩中 看太简单了嘛 他怎么可能说很简单 他这个八千万颗 当时事变上就缺蛋啊 缺蛋了以后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想尽各种办法 跟全世界的调度蛋 调度蛋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 总是有一些事物啊 我多进了一些蛋 有什么不对呢 对 多进一些蛋 没有不对 可是多进了三年的 超过三年总额买的蛋 因为你这个很简单 你金的蛋 一定是根据你去年 前年 台湾的蛋的消费 有一定的 这个有数据的嘛 他只会突然间买出来 这个爆量 爆到过去三年 五年都不会买的 这样跑出来 我们讲的农业部 对于台湾 大家讲得很清楚 一天需要多少颗蛋 掌握能力很强 他们很清楚的 还有数据嘛 我们现在就探究 请教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他为什么买八千万颗蛋 他买八千万颗蛋的依据是什么 而且在短期间 三个月内把它干掉 干巴西蛋嘛 对不对 而且就针对巴西干了嘛 然后干完以后 其实他并没有销售 直接放仓库 他就放仓库 就准备做液体蛋嘛 对 所以他是有计划的 怎么没有计划 来了 想好了 超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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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买完怎么样呢 所以不是香烟可以超买 鸡蛋也可以超买 超买 超买完了以后 就开始准备去加工嘛 就本来 他原来想法很清楚啊 他知道他超买你知道吧 他哪那么笨 他超买还怎么办 他放一年嘛 我这个合理的 我合理的判断他 我买了八千万颗蛋 这八千万颗蛋 就没有想过 要给你搞什么席选啊 什么新鲜蛋 他就给你搞一年 一年的话就不超买了 对 我慢慢搞你啊 我的一年内 他就 慢慢消化掉 慢慢 他还讲的 调整物价嘛 他还要平易物价 还要打击不良蛋商 你看他这个 这个对卫国 这个 卫国卫民 卫国卫民 贡献很大嘛 所以他原来计划就是 八千万颗蛋 进到仓库 进到仓库之后 然后去 再搞去打成 这个 打成一袋 对 这个事情就完全天衣无缝了 结果没想到 事情不要搞啊 不要搞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他如果五十万的公司来搞这个事情 大家一看 就搞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这样干嘛 你说第一个破口是超市 超市五十万嘛 五十万人怎么干这个事情 大家就追追追追追追 所以你如果找一个大厂商 你搞了个八千万颗蛋 大家看看也就算了 这个痘也就不会爆了 他不会找大厂商 不会找大厂商 因为他搞巴西嘛 巴西没有人搞过嘛 没有人搞过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第一个巴西这边就稀里呼噜乱搞一通 他巴西到底有没有过期 你也不知道 因为巴西这个国家 我不知道我不了解巴西 我不敢污蔑巴西的 可能巴西在出口时候 给你的出场的时间 本身就是过期的嘛 他可能从 他是跟蛋厂买的吗 跟蛋商买 是跟贸易商买 还是跟巴西的生产蛋的机场 蛋农买的 我问你 我不知道 所以巴西出口的到底是不是 已经过期了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嘛 所以巴西可能已经 他到什么时候停止买巴西的 巴西禽流感 那还停止的嘛 对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这八千万颗 是个很诡异的 这个不合理都知道 去年也没有这个需求嘛 先有需求才有采购 对不对 没有需求怎么突然跑采购 那什么道理 所以东西好不好 我们不知道 他来他还不敢卖 他就丢仓库 你看见没有 有啦 有的是席选了以后 帮选了也变了 也变了嘛 你跟我讲嘛 他叭一下 全部都从台湾来 台湾往哪里放 往仓库放 仓库放往哪里堆 有一带就堆了 就一带 给到人知道 卡住了 搞过头了嘛 吞不下去了 吞不下去嘛 大家兄 今天一带都消化不了 就被我们逮到嘛 我们开始没逮到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再去追问一个问题 他说利润三千 我跟你讲 要跟着钱 三千八百万 跟着钱走 三千八百万 绝对不是三千八百万 搞不好是三亿八千万 这暴力才会干这个事情啊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绝对给你拼下去 那是在拼的嘛 拼 这拼是在拼的 我听你这样讲 我都热血起来了 这拼不是要这样拼 做生意两种嘛 我们正常做 稳稳那种 这个像台湾这种公司 一搞搞一百年两百年 他这种是什么 赌 赌徒嘛 跟拼一拼 拼一拼 好 玉逢 今天是检调单位进来了 这件事情 有刑责了 对 这东西其实 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 你这个食安的东西 你该是哪里产的 你就是哪里产的 但过去来讲 我们食安发了非常多年 把这个东西给立法 弄了起来 所以大家看到 你外面的标示 是什么就是什么 现在来讲 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说谁带头作乱 政府带头作乱 如果说你现在农业部 政府带头作乱 对 如果你现在农业部 你不告诉厂商说 可以这样子搞 厂商会帮你扛吗 厂商不会帮你扛 因为随随一变 随便一件 都是三万到三百万 那你说这个东西 四百万 对 到四百万 还有到两亿 对 到底谁要帮你扛 那现在来讲的话 你说农业部是主管机关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谁会知道 那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新北地点数 已经要查下去了 查下去之后 我觉得大秘宝就在这里 大秘宝 查下去之后呢 你觉得这些厂商会帮你扛吗 肯定不扛 一来 如果有一些往返的对话记录 或是一来 有一些证据 已经马上交出来 交出来之后呢 我看这个次长 你要怎么解释 这个东西 你根本不可能说 我的认知不对 或者是我没搞清楚 这个东西 你到了地检署之后呢 就是一条归一条 谁叫你这么做 厂商逃不逃得掉 我看也逃不掉 你不可能说 农业部叫我讲 我就这样做 你就没事 你该罚 你还是会被罚 但是你这个叫说的 就是农业部啊 农业部叫他们这么做 那农业部有行责 对 我觉得一定会有 那只是说你要怎么切割 因为现在最难 最难理性的一件事情是说 你怎么会是 带头叫厂商来做这个事情呢 你这个东西 对法条上来讲的话 你根本没有这个约束力 所以要办你 还是会办下去 只是说 到底农业部 要怎么承担这个行责